在川普特朗普就任总统一年之后,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,达到有时以来最高水平。 美媒报道说,2018年,川普准备对中共动真格了。虽然两国计算逆差的方法不同,但是北京最新数据显示,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2758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对于两国关系来说,不是好兆头。 许多人预计,在2017年的相对平静之后,川普在2018年将采取行动,美对中共采取贸易行动不会损。 派美国国际地位,前国家外贸委员会主席赖英施,WILLAMREICH,告诉CNBC,华盛顿现在的主流观点是,今年,川普决心动真格,中共是最可能的目标。 川普本人在周三1月17日告诉路透社,美国在考虑开出一张LDQUO,大罚单LDQUO,以惩罚中共盗窃,支持产权。川普强调,罚款所造成的杀伤力将会非常大。LDQUO,我们正在讨论大金和损害赔偿,是一笔比无法想象的数字。 LDQUO,中国专家也广泛预计,贸易紧张将加剧,中投公司副主席图光小说,他预计中美将发生LDQUO,贸易摩擦REQUO,但不是LDQUO严重贸易战LDQUO,川普一直认为,美中贸易对美国不公平,但是他暗示,他过去搁置了进一步行动,因为他希望北京,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。 LDQUO,共对待这种事情通常的态度是暴富,因此,我们可能陷入针锋相对的情形。 各方对对方的进口和投资采取措施,双方关系将成螺旋式下降。 LDQUO,赖因斯说,科林顿政府助理,国务卿路斌,JAMESRUBIN说,贸易问题是美中领导人交手的一个合适领域。 LDQUO,他们都不想看到军事冲突发展和升级,但是贸易纠纷是川普履行竞选承诺,以及向中共发出信号的一个好方式。 LDQUO,卢宾还说,美国对中共采取贸易行动,不太可能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。 因为LDQUO,中共在全世界违反国际贸易规则MDASH,MDASH,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。 LDQUO,川普将做出一系列决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Otco,Politico Artco,报道说, 川普计划最快在本周会晤内阁不长,和高级顾问,就钢蝶、太阳能电池、中共指示产权政策等一系列贸易问题,做出最终决定。 川普总统的助手透露,2018年第一个重大贸易行动预计将很快来临。 根据法定期限,川普在1月末和2月初必须,就太阳能电池和洗衣机进口做出决定。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经确定,太阳能电池和洗衣机的进口,对国内工业,造成严重损害。 这赋予川普政府实施临时进口限制的法律基础。 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所有4名成员都建议,对太阳能电池进口持续4年只收关税或设立进口配额,他们也一致建议,对洗衣机进口持续3年采取限制措施。 川普也需要就钢蝶和铝进口威胁国内产业的问题做出决定。 1月11日,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向川普帝交了钢蝶产品进口,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调查报告。 罗斯还将在1月22日之前就屡制品案件提交建议,在川普收到报告之后,他需要在90天内做出决定。 此外,川普需要在8月份之前就中共侵犯支持产权仪式做出决定。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正在调查这一指控,川普采取贸易惩罚措施的严厉程度将取决于莱特希泽评,估中共造成损害的程度,损害程度越高。 川普对中国商品只收的关税将越高,限制中国公司到美国做生意的措施,将越严厉。